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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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走進你裡生活 不止是對是錯 如果命中注定 誰也躲不過 相愛和相怨 只有一线之隔 现实和梦幻凝乱的交错 过去的苦痛和现在的温柔 让我不知是否已经爱得够 离合与悲欢的故事在重演 我们的脚步坚强却又软弱 面对我的爱说一声你别走 因为谁都不忍先挥手 留着你的承诺也算一触紧脱 因为爱的结果总是失落 是你害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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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是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何俊 天宇,你怎麼不早通知我,今天會有你這位貴賓降臨? 我去找你,不會太打擾吧? 不會,不會,我隨時等著你的打擾,並且希望你常常打擾我。來,請坐。 我马上就走 那怎么撑 请都请不到的贵宾 怎么能让你马上走呢 我一定得好好地陪你吃一餐 或者跳跳舞 再看看节目什么的 尽情地玩一玩 让你享受一下曼谷的夜生活 真的不用了 我有一样东西想请你看一看 你见过这条狩猎吗 狩猎 怎么 你喜欢这种款式 来 我帮你鉴定一下 对珠宝我很有研究 嗯 质地是不错 不过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平常戴戴可以 你就觉得这条狩猎很面熟 面熟 天悦 你问的问题好特别 不过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狩猎上面有刻字 你看一看 雷妮 我想起来了 这好像是曼妮的手足吗 你确定是曼妮的 没错 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妈送我曼妮的孙女礼物 当时要是我陪我妈就选了这个款式 在哪家营楼打的 搞了半天 你也想打一只一模一样的是不是 可以可以 我现在就陪你去 不用你陪了 你只要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 麻烦你写下来好了 好吧 请一把链子弹给我 谢谢你大卫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不打架你上班了 我先走了 天宇 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这个残废的人了 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这个残废的人了 自己曾经告诉过我 你是个最好的演员 我现在才相信 他说的没有错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的东西吧 难怪让我看看 如果你看不清楚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去年十二月 在黄佳营楼打造的手链 是你母亲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背后还刻有你的英文名字 够清楚了吗 真没想到 你居然有兴趣研究一条手链 这真让我感觉到意外了 我研究这条手链的原因 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很特别 它居然会出现在旧屋的小楼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手链会掉在那里 这条手链很久以前就遗失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它会掉在那里 让我来告诉你 因为昨天晚上 假扮白女的就是你 躲到这楼楼上的女的也是你 这条手链 就是你在那时候掉的 天宇 你真有趣 也真会编故事 你想我能 我是一个连大门口 都走不到的残废人 我能做得到吗 满灵 你知不知道你带给四企多大的痛苦 他为了这件事已经离开了山庄 而连一又不得不离开 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思琴为什么要走 宝灵又为什么要离开呢 你不用再装了 灵因为你顶了嘴 让我父亲认为他就是假扮白女的人 满灵 这条手链就能证明 昨天晚上的女人就是你 是你 我不要听你胡说 你滚 你滚 满灵 天宇 刚才你说的话我哥听见了 这是你对一个病人说话的态度吗 我怀疑他究竟是不是有病 我要他对这条手链的事情有个交代 我会问得清楚 你先回去 这条手链也请你还给我 不 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条手链也是会打造的 你应该知道无非原始的意思吧 我不能把它还给你了 在我还没把事实弄清楚以前 我不能把它交还给你 麦尼 请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 你究竟去做了什么 你要知道真相 对 我要知道真相 我是你的母亲 我不会陷害我的女儿 但是我要了解事实 我才能帮助你啊 宝林 山庄里的白云女 就是我 白云女 真的是你 我并没有要陷害宝林 是她自己要求替我顶罪的 保连自己要求的 我万万没想到 他们会紧追着我不放 我匆忙的跑到旧屋里去 更想不到的是 宝林居然在小龙的房间里 曼林小姐 算我倒霉 被你们抓到了 小姐 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躲到楼上去 躲不掉了 你放心我来挡他们 你赶紧到楼上去吧 我并没有要陷害宝林 我只是想对付天宇 没想到现在思琪也走了 我要去找 我要向她坦白 我要向她认错 不 奶奶 你不能向她坦白 如果你真的爱思琪 以后还有机会 但是现在你向她认了错 她反而会恨你一辈子的 你懂吗 可是我只想对付天宇啊 现在我能走路了 用不着再装了 你现在千万不能开始走路 你要跟我待在家里 可是我 你听我讲 你不要再有任何举动了 否则你会迫害我千辛万苦 对金书计划的一切 那么时代的 不只是你 还有我 还有我 光平这条手链 并不能证明你的猜测是对的 爸 这不是猜测 这是证据 证明曼玲昨天晚上去过旧屋 不可能 曼玲根本不能走路 她是装的 思琪也跟我说过 她是装的 曼玲跟你好像亲姐妹一样 天宇 你可不能这么说 我不敢和曼玲潘这种关系 我想只关心思琪和玲玲的下落 我们不能让她谋说不白之云 这太不公平了 他们已经走了 再追究也没有意义 他们走了 就能抹杀这份感情吗 就能表示这世界上面有这个人了吗 爸 是不是在妈妈走了以后 你也就这样慢慢去 又忘了她 天宇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妇女好不容易团结 你为什么要一再来破坏 我们很辛苦建立起来的感情 你错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感情 只是你在强迫我接受 现在你还要强迫我 接受奉仪当作我的记录 你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 你要我怎么尊重你 如果你嫁给思琪 我们的亲戚朋友会笑话我们的 一个管家的儿子 一个生怜富不祥的男孩 思琪有名有姓 她妈妈还早就过世了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二十年前宝莲发生的事吗 她跟一个杂爽才能跑 过了几年带一个男孩回来 还是你妈妈可怜她才收留她的 我不管上一代的事 我只知道思琪她是个肯上级 琉璃小的男孩 我喜欢她 我爱她 我要嫁给她 在这个世界上 比思琪好十倍一百倍的男孩多的是 爸爸会替你安排 我一定跟你找一个很好的归宿 你跟我不懂什么是幸福 我现在才知道 妈妈为什么要离开你 因为你跟我不懂什么是爱 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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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 這麼敢相信會是你 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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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一大早 到哪兒去啊 我要去青麥 去青麥 那要坐好幾個朋友飛機呢 我知道了 看來你又是不道而別了 去找思琪 你都知道了 我說過 山莊裡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 可惜是我現在到日本去談比生意 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到青麥去找思琪了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處理自己的事 天宇 看來你是越來越堅強 這樣子吧 我送你到機場去可以嗎 好 好 放心的走好 思琪是個好青年 值得你這麼做的 謝謝你 耽誤了你的飛機 沒關係 我可以改到另外一班嘛 你的事情我總得先辦好 好 我打電話給我朋友 他會到機場去接你 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你是品欠 我當然要關心了 做這樣 我心理上才能獲得瓶頸 心理上的瓶頸 這是什麼意思 對一個老友的孩子 敬奮心理 我心理上也得了安慰 天宇 你追求你的幸福 這是任何財富所買不到的東西 是 待會兒我爸爸 等於對我說同樣的話 等於對我說同樣的話 該走了 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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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像話 連個硬生的人都沒有 天宇 你還在生我的氣 我知道 我不應該打你的 請你原諒我 我跟你聊聊好嗎 天宇 天宇 ssen 找來 來說 你 こと 不 他 未來 你 retail 只有悄悄地走了 我的内心有着希望和勇气 我自信地去追求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假如你真的爱我,就爱我选择的伴侣吧 否则,我宁可放弃以前,天与流 我现在就把你一种注于我 我什么人都被带你们去 我对我要看我 我也是爱你 我记得你了 我现在点满船 在泡沙 旁边的效果 我每次看你 我靠亲 我太会了 你还要回 Starting 你现在应该来 大家都好意外 没想到我们农业专家这么年轻 真叫我们佩服 跟你们的经验比较起了 我还得向你们学习 在哪里啊 周先生 宿舍有位小姐找你啊 有位小姐找我 好漂亮的小姐啊 我怕山上不好走 所以让她在宿舍等你 是不是你女朋友来看你啊 不太可能吧 我响你 我响你 久不有事 我响我响你 我的响你 我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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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响你 响那 偶我响你 我响你 在哪里 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不告而别 就能解决问题了 你怎么能够找到这里 我去找你的所长 是他给我的地址 我也去屡时他打听 应该怎么来这里 结果是高中 安排接机的人 是他们送我到山上来的 那金苏知不知道 你来这里 他不知道 可是我留一封信给他 我告诉他 我要来找你 我们还是进去看你 我想你这么一来 金苏更不原谅我 你是在意我爸的感觉 还是我的感觉 你想想看 自从发生我母亲的事之后 我还有什么立场 想金苏来争取你 我只是觉得惭愧 所以你就不告而别 这不管我有多难过 我走的那天 也考虑了很久 不过照目前的情势 我们也只有暂时分开 那么以后呢 以后只有看我们的缘分 谁也不知道两年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可能一件事情 我来这里找你 这已经表明我不变得心急 没想到 你的立场完全变了 现在我才知道 经不起考验的是你 而不是我 天宇 我对你的这份心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只是我现在没有领 再见金苏 再见你 你 你 現在你是要我走,還是要我留下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已經不希望再見到我了,是我自己在自作多情在來找你,我現在就走。 我明白你的意思嗎?你已經不希望再見到我了,是我自己在自作多情在來找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嗎?你已經不希望再見到我了,是我自己在自作多情在來找你。 我現在就走。 不要走。 你知不知道,我從離開山莊溪,就無時無刻地不在想你。你不會知道我有多想你。可是我越想你,我就越痛苦。 現在我們在一起了,你不用再想我,也不用再痛苦。我在這裡了。 這不是在做夢嗎? 這不是夢,我們是真的在一起。 而且,我已經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什麼事? 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我先去找那麼多了。 我跟她的像很可怕。 我真的不是在一起,我跟你說我。 我就不用給你了。 你怎麼看我。 我替妳看我。 我不是不是在一起。 我但是在一起,我覺得,我和我們都是一起。 我真的在一起。 別去了。 我也是,我。 我一直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可是我們都親眼看見 好,我再問你 你仔細地想一想 那天晚上那個白衣女是怎麼跑的? 連有可能跑得這麼快嗎? 是 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對 我媽是不可能跑得這麼快 這麼說 這麼說 假扮白衣女不是我媽了 是另有其人 天宇,你這個消息來得太好了 我怎麼會這麼笨,沒有想到這一點 天宇,你實在太可愛了 天宇,太可愛了 小燕,出去玩 俱樂部籌採不緊,廠還貸款 希望再寬延一個星期 我保證在一星期之內 如數交款 在黑術上寫明 第一階段還款期 延期一個月以後 不能再寬延 我能做擔保的話 可不可以寬延? 你是銀行放款部的人 沒有義務為借方做擔保 應該以銀行的利益為重 既然不能寬延 那麼我無條件 讓銀行拍賣俱樂部的抵押物 這次抵押山坡土地的企業 請你過目 這方同意土地招標出售 在哪裏啊? 在我的宿舍 對 小燕 昨天晚上睡得還好嗎? 還好 不好意思 在你的房間 幫你擠到外面去 沒關係 今天早上老爹還問我 說她從來沒看過 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我該起來了 這是她們送給你的水果 你一定要嘗嘗 她們是誰? 她們都是同事的太太 有時候幫我打掃一下 她們還問過嗎? 問你什麼? 她們問過了 你是不是我太太 我說你是我的未婚妻 天宇 天宇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現在把整件事都想通 什麼想通啊? 待會兒就告訴你 你現在先洗點漱口 然後我帶你到山上去看 我想你一定會喜歡那裡 這裡好幽靜啊 來,我帶你去看一個大樹 這棵樹一定有很長遠的歷史 大概是吧 我想它一定看見了人間的悲歡離合 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也常講一棵樹的故事 給小朋友聽 哦,樹也有故事 有沒有人說給我聽 你真的想聽 好吧 接下來 從前有一棵樹 他很喜歡一個小男孩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小男孩 每天都會到這棵樹的下面 收起它的葉子 然後變成一個葉罐 然後他就在這個很漂亮的葉罐 爬到樹上 就在樹上搖來搖去 有時候他也玩躲毛毛的遊戲 當他玩累的時候 他也會躺在樹上下睡覺 不然的話 這是你也要熟悉的 你也要熟悉的 他會有好沙漠 但是他還會想看 他的小男孩 就不來 他的小男孩 他不會想看 他不會想通過 他會想看 那種海藏 到别的地方去,连树干也砍走了 可是,这棵树是快乐的,你知道为什么? 树干都砍断了,为什么还会快乐? 因为施比寿更有福,当这棵树能给的时候, 它也同时得到了快乐 我想你一定是幼稚园里最会讲故事的老师 你现在该告诉我,你究竟想通了什么事 天忆,无论我们之间再有任何阻碍 都不能动摇我爱你的决心 我就这么看着你,守着你,做你最忠实的听众 思琪,我现在觉得我来这趟是来对了 天忆,你愿意嫁给我们 现在吗? 对,就是现在 我们以这颗大树为美,天地做我们的见证 我忠思琪,今天雨,从此时此刻起,正式结为夫妻 天忆走了 他居然真的会去找思琪 我不应该打他 我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怎么可以打他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你应该去找他回来啊 找回来有什么用 他的心已经跟思琪走了 我不应该太自私的 天下做父母的 哪个不自私,哪个不骗在自己的孩子呢? 老话说得对 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么说你是妥协了? 说实在的,思琪这个孩子还真不错 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 我也只有尽力去帮助他们 这么说,思琪就要变成我未来的女婿了 你反对 天忆是你的女儿 我怎么会反对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多想想清楚 你不要只为了天忆着想 你该为曼玲想一想啊 曼玲? 是啊 曼玲是你从小看她长大的 当初我反对她和思琪在一起 我硬拆散了他们 现在你却把天忆嫁给思琪 你叫我怎么向曼玲交代呢? 到了这个地步 我又能怎么办 我看呢 只有把保莲送到亲们去 去阻挡这件事情 她不会不答应的 只有我亲自去跟保莲谈一谈 没想到 你们这么大老院来看我 这里实在是很简陋 不便待客 我已经知道了 厂长很关心你走后的情况 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看你 谢谢老爷 我一切都很好 且放心 我也不多说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 天忆已经到清漫去找思琪了 什么 老爷 那你应该阻止她了 天忆是刘叔出走 为了这件事 我们父女闹得很僵 现在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老爷 那你赶紧把小姐找回来 万万不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保莲 这就是我们要拜托你做的 思琪很孝顺你 如果你反对的话 她会听你的 我什么都试过了 我还要怎么做呢 这就是我的报应 这是什么意思 保莲 你能不能去一次清漫 要是这两个孩子不能分开 我看只有成全他们了 不 不能 他们不能在一起 他们不能结合 否则 宝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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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不是让我们的 绝对不能 为什么 保莲 你得说出个理由来 我根本不打算说出这个秘密了 现在我只有说 因为 思琪他是你的儿子 什么 胡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保莲,你说这个话 是要造天打雷劈的 这不是谎言 这个秘密 在我心里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透露过 就连司机他自己 都不知道他是你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你当年不是跟一个杂草团的人走 你是生了思琪以后才会山庄的 那思琪怎么会是我的儿子呢 我跟杂草团的人走 那只是一个谎子 我不能接受 我父亲给我安排的婚事 我只有走 走 走 走的时候 不知道已经怀了思琪了 什么 金存琪 原来你们 原来你们 你们以前在一起过 那是一段错误的往事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几岁 就因为我们犯了错 我父亲才急得把我嫁出去 宝莲 没有想到你十几岁 就会勾搭山庄的少爷 今天又说出这种不可能的谣言 思琪 她根本就是你和别的男人所生的 不 我这一生 从来就没有再接触过第二个男人 我原本是不要说出这个秘密的 因为我怕 思琪知道她是个神子 我绝不相信你的话 你能证明 你能证明思琪不是个野种 你能证明思琪 好啊,采缝 我是在为你说话 你凶我干什么 你先出去一下 让我跟宝莲好好谈一谈 你要跟她好好谈一谈 还要我出去 你在外面等我 好 我出去 让你被她活活骗死好了 老婆 既然四七是我的兒子 這麼多年來,你為什麼一直都不說呢 我生了四七之後 一直不敢回到山莊 一方面 知道你已經娶了一批小姐 利益方面,我怕我父親怪我不高而別 那你在外面怎麼生活呢 到處幫人大林宮,要活四七 那段日子,我是為他再活下去的 後來,我父親在山莊過世 我帶了四七回來登桑 我記得那個時候四七 也有六七歲了 是的 老太太要我留下來 再進家管家 我像落葉一樣 找到了歸根底 我才答應她 你為什麼一直不把真相說出來 那時候 已經出國劉絕回來 帶了新婚妻子 他們生了一對幸福的福氣 而太太 一直帶我那麼好 她是那麼地善良 那麼地純潔 我怎麼忍心傷害她 我暗中發誓 永遠不說出這個秘密 老爺 我們趕緊把他們找回來 否則會做成大錯的 我們快走 我們快走 船妾,你不能走 明天銀行要開最後的會議 你必須到,否則就什麼都完了 我得走了 沒有什麼事可以阻擋我 船妾,你會損失你娘的苦力 俱樂部也會貸不到錢 你會害了你,也會害了我 財富,你知不知道 馬上要發生一個悲劇 思琦和天銀 要是他們有什麼事 你叫我怎麼辦 你叫天銀怎麼辦 那會要她的命的 你不要相信寶蓮那片鬼話 她是在報復,也是在報復 你不要上她的當了 好,我們不要再研究這個 我得走了 船妾,好吧 你走 那你就不要管我 怎麼處理俱樂部的事了 好,一切由你處理的 好,一切由你處理 好,一切由你處理 還 MOSRO 扶搔 你還不是嗎 看來孩兒 還意思嗎 百瓦 我電話 這是我的二婚妻 她是上上最漂亮的女孩 子晴,我有點累了 我們先回去好不好 好 老劉,我們要先回去休息 拉開 拉開 如果我們的屋子在大樹上的話 我就成了從你的泰山了 那我呢 你呀 就是那個黑猩猩 不不不 你不是那個黑猩猩 你是一個美女 我是英雄救命 我要把你救回來做我的黃臉婆 為我燒飯 洗衣服 而且 我要你為我生一大的小孩 泰山的黃臉婆 不燒飯也不洗衣服 她呀 只要她跑出就行了 今晚我睡得偽膽 泰山的黃臉婆 有女 我一定給你一個很正式的婚禮 我喜歡今天的婚禮 宇宙的萬人 就是婚禮的見證 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你看 你怎么会有这一对戒指 这对戒指 是在我们准备订婚的时候 我叫金匠拔的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拿水 现在应该是最好的事 来 我请你戴上 我也帮你戴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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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再喝了啦 你懂什么 把酒给我 你好不容易才借了酒 为什么要再喝 我叶不下这口气 这一定是保隆的 倒是有机会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思琴亦真是金叔的儿子吗 谁相信他是了 我才不相信他是川青的儿子 我不相信 我倒希望他是 我要看看 思琦和天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 你完全不懂我现在的心情 这么多年来 我照顾他 我支持他 我为他料理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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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的事情 才游今天这个局面 没有想到保黎的那一句话 就完全破坏了 你叫我这么开心呢 我怎么可以看他在我面前得欲 你放心吧,妈,你没输,你也不会输的 就算你输了,我也会替你全部赢回来 你怎么能替我赢回来呢? 我会牢牢地抓住思琪 再也不让他从我的手掌心溜走 妈,现在你还能说思琪配不上我吗? 他可是金叔的儿子 妈,我们也去清闷,我们何必在这傻等呢? 我们去接他们回来吧 待会儿见到天羽跟思琪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遇到这么困难的事 我有预感,思琪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或许这就是上天惩罚我吧 不会,上天不会惩罚你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直到最后还在替曼玲顶罪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以为我真是那么糊涂? 那个假扮一瓶的白衣女跑得那么快 怎么可能是你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曼玲? 我开始也不知道是谁 直到天羽找到曼玲的手链 才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还以为 你相信我那天晚上说的话 我只是将计就计 以为这样 可以让天羽跟思琪分手分得更干脆一点 我是在上世纪上的太子人 而现在 我又要再伤害他们一次 宝莲说出了思琪的声势 对金传庆将有什么影响? 天羽和思琪两个人 以天地为媒 互定终身 他们不知道巨大的震惊即将来临 天羽和思琪承受得了这个事实吗? 传庆事业的危机逐渐显露 高仲凡将如何打击金传庆 步步惊奇 步步危机 金色山庄一风突起的剧情 将深深地吸引住您 请您明天晚上八点 继续收看金色山庄 铆路 乱